你遇到誰很尷尬 安安你會尷尬嗎 不會 對啊 我這一季我覺得 剛才像我們剛拍照 我覺得我們 我太會選了 不管是顏值還是實力 都是成正比 但是我 顏值這件事情 我們第一季也是藍隊吧 不是 你真的 我覺得你有在挑外表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真的對於外表 其實你也有 算是有在看中嗎 還是只是剛好而已 會佔20%啦 也有加分 也是會加分 因為我覺得 雖然是運動節目 但是還是要 漂漂亮亮帥帥的出來吧 對啊 你們有特別喜歡 哪一項運動嗎 就是在這一次的 賽季裡面已經比過的 我個人打開球打出興趣來 我也喜歡排球耶 對 之前剛開始練的時候 很怕 因為我這台手 就是因為打排球受傷 嗯 然後每一次練 都是整手都瘀青 瘀青 很基本 對 然後 你們沒有戴那個護套嗎 沒有 喔 小牛教練沒有給你們 還有送我 因為我一瘀青 我就一直哇哇叫 就說好痛好痛 他如果送你一個 你就不會一直哇哇叫 然後我這樣 欸 真的有用 他是把我們練到就是 欸第一次大概打兩個小時 就是已經手全廢了 然後可是你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再去練的時候 你會發現 瘀青越來越少 就是你皮越來越厚 然後也習慣了 那個牆 你越來越不會瘀青 然後就越來越不怕痛這樣 我也是排球 而且我發現 其實我們 對上的女生進步超級多 就是他們是從原本的接球 可能都接不太住 然後會怕痛 然後會閃球這種 然後到我們開始在參與比賽的時候 他們是每一球過來都可以 很好的做給男生去做攻擊這樣 我覺得女生真的進步 所以平常應該就是攻擊手對不對 我們瘀青的四個上場的男生 每一個都可以攻擊 因為我們其實練習的時間還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在往前籃網 我也是會生氣 他跳起來也是先踢踏 過往踢踏 他不用跳 這樣 對 他手舉起來應該就可以 對 但這就是優勢啦 你覺得誰是 第三季裡面最漂亮的 要綜合所有的 包含外型 然後球技 然後所有的技能 然後所有的做人處事 我們答案會一樣嗎 好 來囉 一二三講出那個人的名字喔 三個字或兩個字都可以喔 一二三 我 你們兩個 我真的只有一種 我剛才說我 但我想說 宇恩你我 我 沒有我覺得我們兩個會互相 投給對方 對啦 這不會太客套嗎 沒有 是認真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其實 好先就是宇宙的個性上啊 還有任何她其實她的長相什麼 其實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她都是很高的 她的個性很好 然後她其實長得 我真的覺得是漂亮 很滿漂亮的女生 然後包含她的球技那些 而且她 她真的是算是很全能 因為她會讀書 然後 會主持 會演戲 會運動 然後現在還當老闆娘在賣滷味 就還做副業 其實你自己 我真的好忙喔 這樣突然講一講 對啊 好辛苦喔我 我真的突然覺得自己OK 但還是都騎腳踏車啊 喔對啊 因為還是要回歸我自己最 最日常的嘛 所以你有最後的總結是 有考慮要買一台腳踏車嗎 還是持續要騎U-Bike 我腳踏車真的不用買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沒腳踏車 一直想要送我腳踏車 沒有那我覺得騎U-Bike 已經非常方便了 我也說 那大家就送我一台腳踏車吧 謝謝囉 翔哥在我們練排球的時候 超級熊 就是如果你只要犯錯 他就會走過去跟你說 不是這樣的 你應該怎麼打 就是所有人 真的我們整場 所有籃隊其實都很 蠻怕的 就是他的那個 排球的觀念應該是說 他對於這個項目 他應該很有信心 對不對 在五人字棒球我們被拖 我們直接被拖鬥 所以他其實我們 我們真的排球比玩的時候 他是跟我們說 他就是希望 我們練習的時候 披繃緊一點 在我們真的比賽的時候 就是好沒關係 你犯錯我不會罵你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練習都有做過 對 對我是覺得很 天啊聽起來壓力很大 沒有 但是我覺得 練習的時候緊繃一點好 然後上場反而比較輕鬆 因為其實你們就已經知道 戰術要怎麼打怎麼走 這些就會比較好 你遇到誰很尷尬 安安你會尷尬嗎 不會 而且安安一開始 他來的時候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啞巴喔 他全場只跟我一個人講話 因為我們以前 一起拍過一部戲 嗯 然後他就是 至少有合作過 對 然後他就是 我以為他跟大家都很熟 結果他就真的 只跟我一個人講話 然後我說 奇怪 你跟大家不熟嗎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欸 我裡面真的只認識你一個人 所以 然後他就真的只跟我一個人講話 然後安安也算是比較慢熟類型的 而且他好像 他好像比我還好懶 對 你不曉得他講話 你說講話的懶的程度嗎 沒有 各種事情 就是他都很想要 跳去旁邊 然後 不會在現場的 中心的中心 對 所以你們這整個團隊 其實算是互補得很好 因為王子就是一直在中心 然後安安就是會一直挑走 所以這兩個人算是互補 對 他們兩個也可以 然後你們兩個也算是互補 我們兩個也算 對 一個話比較多 一個話微少這樣 比較起來可能 王子最中心 然後他話比較多 然後我可能是排下來一點 然後安安可能是那個 最後一個 然後 墊底的 對 庭院又比較好一些 所以我們兩個有點 就是 但是這樣比較起來 現在如果以熟的程度 10分 你們覺得真的對方 瞭解對方10分 你們覺得大概會到幾分 我跟他可能會比較高 對 我跟田園算最適合 因為我們住很近 我們很常一起回家 對 可是就一起回家的時候 就會分享一些 可能 而且我一開始就認識他了 因為原本也有合作過 也沒有 算是經紀人 對 他跟我們的公司很近 對 什麼意思 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奇妙的 錯綜複雜的關係 對 因為我跟他們公司的經紀人就很熟 對 然後我 我入全明星第一天的時候就遇到他 沒有 你跟誰不熟 我比較好奇 以目前紅隊來講 你跟誰比較不熟 好像都還算熟 比較起來應該都算熟 比較起來都算熟 而且你是一個很慢熟的人對不對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我看那個全明星的時候 我看前三集你好像消失在這個節目 喔對 不是 很安靜 安靜到我以為你是啞巴 我想解釋一下這個 明明就是歌手 這個是很好笑 因為全明星剛開始播前三集 真的我畫面都很少 因為他們每次錄影的時候 我就是會有一點 我不想要把他們撥開擠進去一個位置 所以他們如果這邊滿了 我就稍微在後面這樣站著 然後可是鏡頭 但是你又很高 你知道你就會成為一個背景人物 然後鏡頭就不會就是有我 然後就是我那些婆婆阿姨都說 欸你這個是節目 你就是要進去 你叫搶鏡頭 站第一個什麼什麼 有的沒的 可是我覺得 那時候就跟大家也不是很熟 就是站在自己一個舒服的位置就好了 所以你進去之後 第一個跟你講話的是誰 第一個跟我講話是夢圓 夢圓 對我們在休息室 然後第二個是又婷 OK 對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是同一個休息室 一開始會有一點就不知道聊什麼 然後又婷很可愛 他一開始看到我 因為他知道我也是歌手 然後也有寫歌 然後他就會給我聽他的歌 就很熱情 就是很熱情 你看我有這個 然後拍MV 然後就看看 然後他這個 這個弟弟就是對音樂充滿了熱情 然後就好像看到 年輕的我的那種感覺 就覺得他很可愛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